老沈赶紧走过来叫醒小美 这一次她真的回来了 可是巫医叔叔却牺牲了 他们为叔叔举办了火葬 阿伟亲自点燃了火焰 送别了叔叔 突然火中掉出来一块东西 阿伟一看 这是叔叔的护身符 可能这是叔叔想保护阿伟的最后一种方式吧 阿伟捡起了护身符 对叔叔说了一句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然后三人离开了这里 他们前脚一闯 后脚有人就追击到了这里 是红姐和阿花 他们想来抓老沈 不过两人还是迟了一步 他们四处找不到人了 只看到留下的一个火堆 突然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 似乎有什么东西冲进了火中 接着 火里的人站了起来 又一个阿飘出现了 她冲过来 直接对旁边的阿花发动攻击 就在此时另一个女人冲了出来 她手持大镰刀直接刺穿了阿飘 阿飘也抓住了女人 双方僵持不下 一步步挪动着来到火堆旁边 最后女人也被阿飘拖进了火堆 看样子是同归于尽 现在只剩下阿花一个人 她只能自己出发去抓人 而她要抓的老沈 此时正在餐厅里吃饭 阿花马上就追踪到了这里 还通知了警察上司前来抓捕老沈 但阿花怕夜长梦多 趁老沈上洗手监视 直接冲进来逮捕了老沈 此时阿花上司也来了 老沈解释自己没有杀人 之前对付的都是阿飘 上司问老沈说是什么样的阿飘 就在此时房间开始震动 外面也变得阴森起来 老沈知道情况不妙 你们要看的阿飘 马上就到了 屋外两个女生直接被撞飞了进来 室内的人也都被撞倒 阿飘在哪里呢 看样子上了男警察的身 她上来第一个就干倒了老沈 身后的阿花也不含糊 拿起手枪连续射击阿飘 但她没倒下 突然一个小孩想逃离这里 却被阿飘抓住 直接扔向了天花板上高速转动的风扇 当场毕灭 剩下的人只能继续跟阿飘战斗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原来阿飘不止一波 餐厅老板娘也被阿飘上身了 这下变成了二打二 就在双方打的难解难分时 身后又传来了新的声音 原来是小美和阿伟拿着武器来 老沈接住了送来的电锯 拿上散弹枪 轻松解决掉了眼前这个阿飘 而女警阿花经过这场战斗 也明白了老沈在做驱魔的事情 决定加入他们 而之前被阿飘拉进火堆 同归于尽的女人红姐 大火竟然没有烧死她 她站了起来 除了衣服被烧掉了 竟然全身完好 她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呢 而此时此刻她的目标 依然是追踪老沈 这回老沈正和几个队友 走开树林里 想去找她的朋友丧彪 突然一声救命惊动了他们 大家连忙过去查看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 这里一幅发生过激战的样子 地上躺着奄奄一息的人 他们过来想看看能不能救人 突然树林里冲出一群人 竟然是一群拿着长枪短炮的民兵 老沈几人被民兵抓回了基地 队长说这里遭受了生化武器袭击 外面有生化士兵进攻 老沈知道他们所说的生化士兵 其实是阿飘 他跟队长说 自己是来这里找丧彪的 他在哪里 队长一听 丧彪啊 他就在屋顶了 此时屋顶仿佛有怪兽在发狂 突然大门也被撞开了 但迟迟没有东西出现 一个士兵勇敢上前查看 往外面看了一圈 说根本没人了 这下民兵们都冲了出去 疯狂射击来者 但人已经被对方抓进了地下仓库 老沈四人想趁机溜走 却被民兵抓住了 也把他们关进了地下仓库 老沈和阿花在仓库里探索 这里屋漆骂黑 也没发现其他人 突然黑暗中走出一个人 正是老沈的朋友丧彪 他怎么会变成了这副模样呢 朋友丧彪问老沈 你不是要喝酒吗 那就来喝呀 然后疯狂往地上到京 他是准备烧掉眼前这两个 老沈以为没有 得赶紧离开 双方在地下仓库挽起了躲猫猫 然而这里屋漆骂黑的 长时间被困这里终究不是办法 他们得想办法干掉丧彪 才能逃离这里 而之前逃出来的阿伟和小美 看到老沈被民兵关进地下 他们想去救人 但是对方有枪 此时民兵还派出巡逻队来抓他们 两人决定从这些巡逻的手上捣到枪 小美单独出来寻找 却遇到了一个持枪民兵 吓得小美赶紧逃跑 后退时却摔倒了 对方一步步过来 没想到这是个阴谋 民兵的枪被阿伟抢走了 然而螳螂补偿皇却在后 他们还是被抓了 两人被绑在汽车上 民兵准备把他们带回营地 这时又一个民兵出现 他带着防毒面具走过来 却突然掐住了一个战友 直接把他喉咙拎掉 另一个民兵见状下车查看 却也被对方抓住 不断将头撞车上 感情这是一个阿飘啊 阿伟和小美知道情况不明 联盟捡起药士启动了汽车 阿伟到车撞到了阿飘 一顿猛冲 把阿飘撞到了树上 就这样他们获得了武器 两人乔装开着车回到营地 队长看到来人赶紧过来问其他人 小美突然从车后面站起来 持枪瞄准了队长 要求对方投降 民兵们只好都投降 此时老沈和阿花也干掉了丧彪阿飘 他们绑住了所有民兵 搅破了武器 没想到旁边又一个阿飘冲了回来 吓得民兵们拼命他救命 这时几人连续开枪 干掉了阿飘 他们对民兵们说 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阿飘才是敌人 然后他们释放了民兵们 准备离开了这里 然而其他三人却突然发现 老沈自己离开了 他又去了哪里了 老头发现死了三十年的女友又出现了 这可不是个开心的事情 因为女友只剩下一个头 只有一个头的女友开始说话了 老沈你把我丢在这里三十年了 没来看过我一次 你这个渣男啊 老沈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因为三十年前正是自己砍下女友的头 他当时变成了阿飘 女友说虽然你很渣 可是我还是爱你 我们永远待在这里 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老沈可不想要这样 拿起铁棒想撬门出去 可是这门锁的死死的 就想背上了什么魔法 女友说你那么着急要走 是不是因为你有喜欢的女人了 是不是隔壁那个绿茶阿花 你喜欢她是吧 等着 她马上会死在这里 此时阿花正在隔壁房间 她拿着手枪搜索 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连忙进来看 没想到却是一只老鼠 但是阿花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本书 她拿起来正看得仔细 突然一个人进来了 原来是老沈 老沈说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然而阿花却发现了老沈的手回 而且还是一只可怕的怪手 看样子已经腐烂了 为什么会在老沈身上 这一切突然变得诡异 老沈安慰阿花不要害怕 但是阿花还是想逃 气愤的老沈当然不让她走 直接抓住了她 掐住她的脖子 然后开始各种暴打 直到阿花找到了一把财刀 直接斩断了老沈的怪手 老沈痛得大声呼叫 说没事了 终于摆脱这只手了 谢谢你 突然她却抢过了阿花的刀 然后一刀砍在阿花脖子上 阿花直到死去都不敢相信老沈会这样做 然而真的老沈还被女友困在另一个房间 她再也忍不了 拿起武器砸烂了那个诡异的头 然后冲出了房间 准备过来找阿花 却只看到奄奄一息的她 气愤的老沈准备去找那个凶手报仇 而凶手是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老沈知道对方不是人 到处搜索 却被对方偷袭了 这老沈可忍不了 拿起铁棒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下 两人开始了混战 两个战力一样的人 一下子根本分不出高低 他们从一个房间打到另一房间 此时朋友也来了 连忙鸣枪让他们平手 可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一时间也分不清真假 这时两个老沈开启了辩论模式 开始说自己知道的事情 还互相指责是对方杀了人 搞得小美和阿伟大脑都短路了 这时右边的老沈不耐烦了 说要不把我们两个都干掉 这样我也就不用再管这对破事 然而左边的却说别开枪 阿伟和小美一下子就知道两个是假的 一起开枪干掉了左边那个 就在此时 外面又来了三个露营者 说自己迷了路 老沈可不想他们进屋子 看到血腥的影响 便让阿伟和小美送他们去大陆上 而老沈返回屋子 准备清理现场 却发现阿花的尸体不见了 她到底去了哪里 此时阿伟带着露营者们走在树林里 想说保护他们出去 突然草丛里什么东西动了起来 还发出恐怖的声音 阿伟和小美连忙对其开枪 最后却发现是一只丧尸兔子 可是露营者不知道 说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伤害他们 突然 女人身后变出来了一个阿飘 竟然是阿花 女生小白见状赶紧逃跑 一路跑进树林深处 但阿飘不会放过来 一下子就飞到了小白前面 小白被吓得瘫在地上 而阿飘一步步走过来 不断用爪子挠他 最后抓住了小白 眼看就要把他终结掉 这时阿伟追了过来 准备要射击阿飘 然而手枪却被一招打掉 人也被阿飘掐住了 直接拎到了半空中 眼看就要断起 就在此时 一个人从天而降 她一招制服了阿飘 双方对视了一眼 竟然是认识的 来者是红姐 她不知道阿花 怎么会变成阿飘 然而红姐 还是拔出去磨刀 准备解决这个怪物 可是她突然 又变回了人类的样子 红姐犹豫了一下 迟迟没有下手 突然后面受伤的小白醒了 大叫了一声 红姐看了她一眼 再回头时 那个阿飘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们回到了木屋 见到了老沈 原来老沈和红姐 在三十年前就结下了仇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准备大打一场 小美说 现在到处都是阿飘 你们还有心思打架 好吧 四人恩怨暂时放一边 他们准备阻止阿飘再来人间 这需要把魔法书上的人脸割下来 然而只有红姐手上的驱魔刀能做到 事不宜迟 老沈拿起刀就动手了 一步步终于把人脸割了下来 然后把书交给了红姐 红姐拿起书开始念起咒语 此时天气突然变得诡异 狂风大作 那张人脸竟然动了起来 飞到了半空中 直接贴到了阿飞脸上 就这样和他合二为一 驱魔老沈想去救男人 可是就在此时 一个阿飘出现了 他一进来就抢过了老沈的电具 对老沈展开疯狂攻势 使得他无法去救被贴脸的阿飞 此时阿飞已经逐渐被面具所控制 小美想过去救他 却被红姐一把拿倒了 然后红姐拎起阿飞 直接就离开了现场 老沈看着战况不能再拖下来 他干脆用铁壁接住了敌人的电具 用力把电具抢搏过来 阿飞见状却飞上了天花板 老沈打开铁壁 换上了电具做武器 战斗模式开启了 接下来又是一场物理驱人 飞下来的阿飞直接被老沈锯掉了 回过头来大家才发现 阿伟被敌人带进了地下室 这个门下面是不是通往地狱 谁都不知道 老沈拿好武器 让小美和小白留在上面捣风 小美不想让老沈自己下去冒险 坚持要一起下去 老沈只能答应他 忽然一阵阴风吹了进来 老沈失足掉了下去 他不断地坠 最后竟然躺在床上 起身才发现这是自己的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好像回到了几个月前 阿飞还没出现的时候 身旁甚至还有小30岁的女友相伴 可是突然女友不见了 出现了另一个人 竟然是红姐 他对老沈说 我们休战吧 你不要阻止我召唤恶魔 回到你原本平静的生活里去 大家从此两不相干 老沈说我不愿意 红姐直接变成狂暴模式 老沈被撞击又坠入了 另一个非暗场景之中 摔落到了地面 这才是真实的地下仓库 想上去可是门被神秘力量锁住 上面和下面都无法打开 老沈也不管了 准备直接往深处走去 然而却遇到了一个怪物 用嘴巴生孩子你见过吗 男人嘴里吐出一团东西 那东西慢慢地变大 最后掉到了地上 还一直在动 突然从里面变出一个人来 竟然是一个小阿飘 这一切让外面偷看的老沈傻意 这驱魔老头也感到紧张了 正当他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时 后面缓缓走来一个人 正是刚刚那小阿飘 阿飘盯着老沈 老沈说你这个死人小孩赶紧滚开 对方也来气了 直接跳上了老沈身上 疯狂撕咬他 老沈的枪也被打落 而电锯根本无法释展开 好不容易把他甩飞 却又不见了踪影 突然他变出来又咬了老沈 把老沈折磨得苦不堪言 老沈好不容易解回枪 正寻找着阿飘 没想到他冲出来咬住了老沈的脚 老沈拿枪对着他 他不知道这是啥玩意 把枪也咬住 于是老沈按下了扳机 然后又是接连几枪 没想到洪姐就这么简单被他打扮 老沈想乘胜追击 便启动了电锯 往洪姐走过来 准备把他分解了 然而此时洪姐嘴上一直在念到些什么 难道是咒语 果然 身后被人脸控制的阿飘 开始狂暴了起来 直接跳上了老沈身上 老沈一把把他甩到地上 可是这是队友 老沈没有继续攻击 而此时阿飞说了一句对不起 老沈被打得苦不堪言 可是阿飞已经渐渐失去自主控制的能力 而刚刚中枪倒地的花姐 已经恢复完好又站了起来 这个女人裤子里突然爬出很多小墙 而且越来越多 直至爬满了她全身 她吓得浑身发抖 只能不断尖叫着 旁边小美回过头来问她干啥 因为她身上根本没有小墙 小美一巴掌过去 说醒醒啥都没有 全是幻觉 小白这才放心 可是就在这时 墙上长出了一个眼睛 小美见状啥也不说 直接给她拍烂 然而这房子就像一个生命题 地板跳起来把小美撞飞了 然后再用大门把她撞出屋外 等到小白想出来 门已经被反锁 小美连忙起身过来要开门 可是怎么样也打不开了 只剩下屋里绝望的小白 突然小白被什么东西脱走 头破血流的她艰难站起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沙发突然也自己动起来 一步步往小白挪过来 跳起来压住了小白双头 小白想着不能这样下去 得赶紧做点什么 可是似乎已经太迟了 木屋墙上的钉子一根根自己出来 变成了无数被标叉的小白全身 甚至脚下也有 就在此时 墙上的钟声响起 这也许是小白的丧钟 另一个房间阴风阵阵 无形的力量把她拖了进去 而门外的小美还在想办法开门 诡异的门把手竟然变成一张 突然门打开了 然而小美看到的已经是小白的尸体 小美终于明白了 这屋子本身就是一个怪物 气愤的她再也忍不了 她在旁边找出汽油 拨满了整间屋子 杀我朋友 老娘现在就要烧了你 熊熊烈火烧了起来 把房子烧死了 她再也不能作妖 小美冲进屋子 想去地下室找老沈 却看到朋友阿伟拿枪对着老沈 她连忙抓住阿伟 此时阿伟已经被恶魔控制 不断反怕 而大爆红姐抓住了老沈 拿起刀想要割下她的脸 老沈这下怕了 说我这么帅气的脸 你怎么吓得去手 这话听得红姐一愣声 老沈趁机抢走了她的魔刀 原来这有这把刀才能伤红姐 红姐这下害怕了 老沈看到身后两个朋友自相残杀 威胁红姐赶紧放弃控制阿伟 没想到红姐竟然同意了 双方达成了共识 停止战争 最后老沈开着车 带着他们离开了这里 而身后的阿伟和小美却一脸忙忙 今天推荐一部非常